灭霸打了一个响指 竟然穿越回了东土大堂 这咋还把自己给整没气了呢 原来这个灭霸就是国师太阴呢 灭霸又是阴招 让阿萱去阻拦狂躁的小白 自己却偷偷地在小白恢复人性时痛下杀手 接下来的这一段混战 阿萱就没啥输出 小白和混个脸书的大boss近身肉搏 最后还是小青送出了全场 用发簪给他来了个被刺 只只把灭霸吸干瘪了 主角们还血量充足 此时大boss又开始作妖 原来他也想练就吸星大巴 然后就开始吸起了自己的蛇子蛇孙 还把小青吸了个半死 小白一看老娘可是没空啊 可不能让你也得逞了 李麻就冲了上去 却被大boss摁在了地上摩擦 接着的阿萱用灭霸的困妖所 把大boss直接冻成了冰棍 只是这困妖阵一旦成了 大家就都别想回家找妈妈了 眼看着罚阵内的妖精们都魂飞魄散 阿萱的也灰飞烟灭了 500年后 打到天空的宋物馆 500年后 小白拿着法簪想起了前生往事 相信他在最后一刻 用全部法力保住了阿萱的魂魄 决定和妹妹小青去寻找 以投胎转世的阿萱